中越战争 就对我国边境进行侵犯 中国秉着和平的原则警告数次 没想到 却成了纵容他们的理由 最终 我党决定给越军教训 让他们看清自己的实力 这场对越反击战 解放军将领是许是有 他果断的指挥战斗 用大炮压制越军火力 在短时间内就突破了越军的防线 原本自认为很厉害的越军害怕了 为了能够让解放军不再继续进攻 越军还使用了化学武器 这个举动不仅为背了国际法 还有为道德 许是有十分生气 一直进攻到亮山 后来又打到他们的首都河内 经过激战 越军办了解放军 于是开始投降求饶 而我党的目的也只是给越南警告 于是中央下令让许是有带兵撤退 然而许是有并不想 错过这样的好机会 但是他也不能违抗组织的命令 但是在撤退的时候 许是有采取了三个措施 让越南至今都害怕 哪怕四十年过去也不敢忘记 首先解放军在撤退的时候 沿着战线设置雷区 这些雷区中埋下的地雷 到现在为止 还有人不幸踩入受伤 可以说让越军受尽补 其次 中国之前给越南提供了一些物资 而越南不识好歹 于是许是有将这些带不走的物资 全部烧毁 不留给他们一分一毫 最后许是有带领解放军 将军工都摧毁了 这些军工产业彻底让越军的后路断了 再想建立恐怕也是难事了 越南看到解放军做的这三件事情 十分害怕 他们也为自己的无知而后悔 越军高看了自己 也低估了我国军人 中国早已经强大了 许是有看到这一幕的时候 十分开心 他终于为边境人民出了戏 解放军将欺负我们的敌人赶走 从此 我国也安定了很久 边境也很少被骚扰了 结局 越南现在琐事的恶果 都是自己造成的 希望他们能够吸取教训 以后不要再想着侵犯我们国家 有了解放军 任何豺狼想要伤害百姓 都会有他们保卫 这也是我们喜欢解放军的原因 同时通过这一仗 告诫其他有想法的国家 如果愿意和我国做朋友 我们欢迎 但若是欺负我们 毕竟武力反抗 让你吃不了 兜着走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